你怎麼會這樣做? 那一天晚上就是 一直下午幾天 大概在清晨一點的時候 我另外到我住宿 那那一天就是 因為剛好那一天是我留在住院 然後我本來那一天是 跟我先生就是 要對話 但是那時候 那個情形也是很感動 因為有時候我還會想到說 那天啊那個到底是 是誰載我們 有時候會想要去那個宣言起死 因為董儀都不認識 可是他們都願意這樣子 互相幫忙 總覺得是已經慢慢走過來了 可是當然還是很想 以前的事情還是會很快 住在這裡 對我們來講會比較方便 社區的 或者是公媽媽或者是同事 他們都很關心 多了 就是大小事情 那感覺就還蠻融洽 還蠻幸運的 我們長江州西 已經接近快十年了 這邊結合了我們 來一鄉的十大工房 可是現在也陸續 架進了我們平洞縣 所有原住民工藝師的作品 歡迎大家來 一起來參觀為我們打氣 加油 我差不多每一個禮拜 都有兩次三次的商品 因為我們還有總考過 趙琳 趙琳有兩三截 我上去那個房子 還比這個大 剛好八八歲在吃前三年 我剛剛翻修花了一百多萬 所以它很漂亮 那邊那個房子 裡面的東西我們都沒有翻下來 八八水災 同時這位 同時政府協助我們在這個區塊 可是我們灌進來了 我們自己還是要慢慢去適應這樣的房間 然後有一些小問題 你自己有能力 你還是要去做 我們不能一直等著政府 來協助我們在這種問題 一句話我們還是滿感恩的 真的很謝謝這個國家 如果說沒有國家 沒有國家 沒有地方 好像什麼都沒有 還有一個人 那邊這樣 是一位 我曾經在看 我曾經在看 你不得不可以 我曾經在看 你是一個人 我曾經在看 你不得不得不得不 你真的 我是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